其实中医治病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肝炎一个药方 青春痘一个药方 上火一个药方 并不是这样的 它必须根据病人的具体症状 很多病都是西医的病名 并不是中医的诊断证据 所以中医看病还要问病人的具体感受 就是上述的望闻问切四诊 从而确定病人的阴阳表里虚实寒热 如果是寒食 不管是肿瘤还是囊肿 都是把去寒的药和去食的药混在一起用 把病人的体质状况改变的同时 把不属于身体的东西清出来 达到治病的目的 举个例子 同样是腹泻 有的带有两类胀满而痛的症状 有的只是唇口清白下沥清骨 那么这两个用药就不同了 前一个是肝的问题引起的下力 肝木刻皮土 要用疏肝里气的药 而另一个是脾胃太寒引起的腹泻 要用温阳去湿的药 所以网上卖的那些特效药方 我个人不敢恭维 还有我现在发现 一些报纸印有很多忠诚药的广告 特别是价格高 能治百病 大家绝对不要相信 中医治病不可能 不根据病人的阴阳表里趋势寒热来用药的 同一个病 不同的人 因为体质不同 用的药也不同 所以报纸上的中药广告都是假的 这个很害人 比中医的非法行医的祸害放大无数倍 因为非法行医 还能看看病人是什么情况才开药 而那些广告夸大了中药的作用 呼吁病人买 谁能保证吃了以后没有生命危险 在这里顺便说明一下 很多人迷信一些偏方 这个行为一方面是由于 现代很多中医医术太差 治不好病 病人只能求助于自己 另一方面是人们对中医知识的缺乏 很多人都在找治疗百病的药方 或者治疗西医所命名的病的中药方子 所以有些人吃了很多厌方 秘方 偏方 最后都没有用 在这里还尝试还原一下 这些偏方秘方的诞生 在古代或者近代 交通和医疗环境都很差 有些村子甚至连一个医生都没有 于是有很多游医 或者会医术的道士 在一个村一个村往返行医 或者一路从南向北的行医 他们会给那些病人看病 病人吃了药以后好了 于是就把那个药方珍藏起来 一路流传下来 于是在今天变成了偏方厌方秘方 但是那些医生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 是经过望闻问切 根据病人的特定症状用药的 结果病人由于不了解 只是记住了一两个病症和药方 流传出这个秘方 有些人吃了没效 因为那些人其他症状和初始流传出药方的那个病人不同 如果有个名医的话 就会重新辨证 用对症的药就一定会起效果 但这些病人都不知道 就服用了厌方偏方 没效果 于是就说中医没效 这样中医就很冤枉了 现在很多人吃中程药也是一个道理 先不说中程药的质量如何 就中程药说明书那个主治症状就有点模糊 你说错 他也绝对没错 但是他是给中医师看的 不是给普通人看的 就如同很多药写着清热解毒 治疗风热感冒等等内容 那么很多人就直接忽略了风热两个字 直接关注感冒 于是就吃了它 但对于中医来说 风热才是辩证用药的重点 因为感冒有风寒风热 即使知道是感冒 不知是风寒还是风热 也无法用药 因为风寒和风热用药完全不一样 其实很多感冒是风寒感冒 所以吃中程药没有效果 因为已经用错药了 甚至吃了身体更寒 病情更重 身体更加虚弱 这样很多人又说中医不能治病 还有一个名词 清热解毒 也向大家解释一下 解毒的毒究竟是什么毒 有些人就以为解万毒 所以常常自己拿一些 清热解毒的中药煎水喝 嘴里还自信满满地说 现在社会食物毒素那么多 吃吃这个对身体没坏处 这种说法真的是错误得很离谱 前面说了 中医的毒是偏性 那么这毒的意思是热毒 也就是说体内阳多阴少 偏向阳了就形成了热毒 所以清热解毒这个词里 解的是热毒 如果病人体内无热症 吃了就有害处 有些素来体寒的人吃了 立刻就会腰酸腰痛 甚至腹泻 变得容易感冒 这也是一些名医 一直反对病人 擅自服药的主要原因 现代很多体寒的人 本来用药治得很好了 结果自己回去加一把劲 用一些清热解毒的药 煎水煲汤 结果第二天就腰痛下力 如果病人体质再虚弱一点 反应更强烈 到时候解毒的药 就变成要命的药了 感谢观看